好,各位观众们来观战一把酷7S1捷克,哇,90.53 大哥,你少打点捷克吧,你换个屠夫打吧 你们这些还幻想哥,你们的打捷克打的,把捷克的胜率往上拉了不少呀 这捷克什么时候才能加强啊 打架阵容啊 勘探,机球,先知魔术师,应该没有博命吧 这种阵容打捷克,我肯定是看好捷克的 这个阵容最怕这种小气这种不要命的捷克 第一呢,你跟他拼操作,我觉得不一定拼得过捷克 然后呢,正常击倒,穷者就得来打架 他们才能够打出一个四人开门战 打架的过程当中捷克抓到机会,啥啥两刀 游戏结束了呀 这局已经,上来这开局我觉得已经 小七,宝瓶之胜了 第一刀,实体刀,先知有鸟 不过虽然说这个局我会更靠小七呢 上来抓魔术师,你别说 这魔术师其实六捷克还是蛮厉害的 至少我的捷克啊,以我的水平的捷克 抓魔术师还挺头疼的 一个分身 哇,真的是好烦 这波预判了一波 你预判误刃,我预判你预判误刃 然后斜角误刃一刀打过去 魔术师这边没有放出分身 整个击倒呢 说实话,打到这边已经变死局了 这击球手过来大老远的 捷克手里面闪现还捏着呢 就看着你 外面两台机子好了顶出去打了 两台机子在动,这边就顶出去打 给鸟,一只鸟,两只鸟都不够 还在看密码机 这边人过半,两台机子依然在动 但他这边 似乎还是比较求稳啊 这不像你啊,小鸟 这打得这么求稳吗 稳稳的守飞魔术师 这波他如果守飞的话 我们算一下,一个人挂飞 现在外面密码机总量加起来是三台 那这个机子,如果 因为这个机友手我们已知他是个飞轮 如果说这机友手牵制的好 加一只鸟 一棒子先打开 球不踩 这边第二棒 准备再打 好的,机晕破影 诶,误认 你别说这把杰克没有去把这个机球手给秒了 这个局有可能打出三人开门战的 有可能打出三人开门战的 他这边追机球手,机球手手里还有个飞轮 并且有鸟 当然他这边追机球手有个什么问题呢 对于穷者来讲,机首的戴尔飞轮暴露了,意味着你没有大心脏 一刀五刀 好 闪现一刀带走 机子的话应该差的不多了 差了半台 这边勘探员还有一定的打架能力 然后我觉得这边先知可以外围再去骑一台机子 一刀五刀甩中 二接 这个机球手应该是不管了 这个机球手应该是不管了 再回头去挂 好像有点难挂了吧 要挂地压室 这挂得上吗 挂不上 有飞轮 一颗球 这边起爆发 镜头给到机球手 看来这边还丢子铁 忽然扭掉了 可以 这波打完先知的机子呢 还没开始修 杰克还是有足够多的时间的 隔窗刀没打中 开门战 这时候其实可以考虑开门战 因为我觉得杰克应该是 当先知这边摸到机子呢 我觉得杰克这边应该是没有办法 一波将求生者直接摁住了 要慢慢打 要慢慢打的话 三人开门战 主要是这个机球手的飞轮 到现在都没有暴露 机球手的飞轮到现在都没有暴露 所以说他这边 当他知道这个机球手没有大心脏的时候 其实针对这个机球手打 我觉得会更好打一点 毕竟开门员是有大心脏的嘛 这边追过来 一刀无人是预判了一下 都是走位的 还要逼出这只鸟 现在先知的机子压好了 地牌 这边直接亮机 先知有鸟 勘探员 手里面虽然没磁体 但是要只鸟 还能拖不少时间 前面有地窖 完了完了完了 前面有地窖 前面有地窖 鸟给上了 这只鸟 给完之后 看待原磁体好了 吃了一刀加速 快走 我有地窖 这块磁铁没丢好 这块磁铁没丢好 这块磁铁没丢好的话 捷克等雾刃 等精神都可以 再绕 又加速 哇 又加速 哇 噢 噢